美股投資的心得 嗨大家好 我是柯柯 今天又要來分享美股投資的心得囉 在影片開始前想要跟大家聊一下 當初想做美股投資系列呢 初衷其實並不是想要教大家什麼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一套投資哲學 大家也都是一個獨立思考的個體 我做這系列比較像是把我學習到的 會整成一步又一步的一片筆記 透過在籌備錄製跟撰寫腳本的過程中 重新整理一遍我的思緒 所以每次都會有不同的感想 就像我到現在還是會一直回去重複看 基本財報面的定義 一開始真的會搞不清楚 但隨著這次反覆練習你會越來越熟悉 然後也會慢慢找到屬於自己一套的邏輯與看法 這樣你就會找到屬於自己的投資標的囉 講到這個相信我在關注美股的人 應該也有感受到近期美股市場一面低迷吧 而我自己手上投資的部分標的 近期也是一片的慘淡 我沒有認賠差數 完全就是因為我執迷不安 不是啦 是因為我在投資前 其實都會先對公司進行基本面的了解 例如像是營收盡力甚至負債等等等等的 上面提到的這些都是可以透過財報了解的 如果我今天是跟某某名牌遇到低迷這麼久 我應該就會立刻覺得狠心慌慌 然後就此退出投資界還放話說 投資好危險喔 但對於有按部就班評估的投資者來說 偶爾遇上低迷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你就放輕鬆好好去睡覺吧 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是我常用的一些網站 透過這些網站可以讓你在投資前 了解一間公司的基本面 而且這些網站都是免費的 不需要另外付費 不用擔心 那在這邊可以查詢到的資料 可以讓你快速的對一間公司基本財務面有認識 第一個網站是理財網美股 這個網站是全中文的 非常容易翻閱 只要透過輸入股票代碼 它就會跑出一間公司基本資料 首先你可以先去公司官網逛一圈 了解一下這間公司的歷史 提供的服務還有經營的理念 這個網站也幫大家整理好 你搜尋的股票所屬的產業別 經營概述跟產業地位 那這幾個資料對我而言是非常有利於我判斷 是否要接去下面看更細的財報資料等等 有的產業別人呢 我沒有興趣像是煙草公司 我自己反正是非常非常厭惡二手煙的 所以呢像這類的股票 我就不會想要再進一步去了解 甚至是買股票支持它 又或者是這個產業並不是我的知識圈 像是醫療業 相對於我來講 它是需要花更多更多時間去了解 如果我今天是希望快速尋找到標的的話 我就會先Pass 第二個網站 Morningstar 這網站非常好用而且真的非常的佛心 因為你不需要登錄也不需要付費 就可以看到一間公司近十年的財報 而且它的數據涵蓋範圍非常的豐富 數字包含 營收、美股盈餘、EPS、淨利、股利、還有殖利率、股東全域、報酬、還有現金流 大部分你分析一間公司基本面的估價與評分 在這邊都是可以完成的 它們也有很專業的分析師的分析文 那如果你想想看的話 這個是需要付費觀賞的 或者是你可以加入FIRST TRAIN 第一證券的會員 你也可以在它的後台看到這些報告 那如果真的對這間公司評估完 發現就是其中有幾個財務數字 舉例來說CSX這間公司10年來 EPS其實它都表現得不錯 可是呢它在2020年它的數字突然掉下來了 所以我就必須要進一步看它的10K財報 才有辦法了解它公司實際運運的狀況 才知道到底是公司出了問題呢 還是遇到什麼不可控制的天災 又或者是稅務法條改制造成的 前面提到的財報 也就是今天最後最後要推薦的網站 先來說明一下關於美國財報的部分 一個叫做年報 另外一個叫做10K 後者呢是給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的正式財報 簡單來說就是由第三單位監管 所以財報內容是更為公正而且正式 像10K財報可以在SEC.GOV網站做查詢 這個網站是由政府單位所設立的 裡面的資料也當然是全部都是免費的囉 SEC 10K財報其實就是寫給一般人看的啦 所以它裡面的詞彙其實也沒有說真的很難 看不懂英文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沒有很好 我就是用完全用Google翻譯 大部分呢它其實都已經翻得非常非常完整 而且10K的內容非常豐富 如果你全部看完的話 其實代表你真的已經比80%甚至90%還要了解這件公司了 因為裡面會詳細介紹公司的業務啊歷史 監管環境的話就是像是 是否是國營事業還是它是私人企業 風險的話舉例來說 像去年遇到新冠狀肺炎 公司的業績是否受到影響 或者是新的稅事對公司經營的影響 甚至是競爭對手或是員工人數等等上面都可以查得到 首先我來帶大家看一下財報內頁 首先呢第一個要看的就是 Item 1 Business 我很喜歡看的是實際收入跟比重這一塊 以CSX這間公司來說 財報裡面有很明確的說明 在2020年它總共創造106億美元的收入 公司總共有三大業務 商品運輸、聯運跟煤炭 其中呢商品運輸業務 他們主要是運送汽車的 在他們67% 聯運的話佔16% 那剩下13%佔比只是煤炭運輸 而且呢它的煤炭運輸 主要是運往美國國內的發電廠 用於發電跟工業用途 優勢可見CSX它的相關產業鏈呢 可能就會是能源跟汽車製造產業 財報呢是可以幫助投資人 除了更了解帳面數字上的意義 也會更了解一間公司經營的生成 通常一間公司是否有強大的護城河 其實也是都是可以從這邊來稍作評估的 其他呢還會有包括像是訴訟事件 進行的狀況賠償多少錢 其實在10K財報也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好了一口氣分享的三個我覺得非常適用的網站 幾乎是你想要認識一間美股公司 我都會上這些網站來做功課 如果你跟我一樣 比起聽信別人的名牌更相信自己的話 但你又不知道從哪裡開始做功課 希望這些網站的分享可以幫助到你 那我自己也是美股新手 但這條路上永遠都有 源源不絕的東西可以做學習 學習有非常多方式 除了像我上集提到的 你可以去上美股投資課程以外 我也是因為去上課 也因此在那裡認識了一群認真的夥伴 我們有個選股讀書會 每次讀書會都是三下有四十七跳 每個同學都會講自己挑選的股票 然後評分的方式 然後還有選擇的策略 但因為大家真的都是不同產業別 所以每次每次都真的可以從同學身上 學習到很多的東西 獲得很多的美感 也讓我們一起度過這幾個月 美股低迷的氛圍 同文城 好總而言之呢 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下次有什麼新的想法 或是學習的筆記新的 我會再分享給大家 那我是可可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